接下来为您播出一线 这天早上九点 尼昌市义友轩画廊的员工小丽 像往常一样 匆匆的赶往画廊上班 刚走到门口 他就发觉 今天有些异常 我就看见那个门 一边关着的 一边开着的 小丽觉得很奇怪 平常都是自己负责开门 除了老板 再没有人有画廊的钥匙 难道老板今天会来得这么早 当紫进去的时候 第一眼没有看到人 小丽感觉气氛有些不对 当他快走到画廊的里间时 眼前的场景 让他顿时吓得魂飞魄散 我担当尽 莫名 徼伯 岗 乖 岗 乖 崔岛 乖 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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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者大概四十多岁,一个男的,躺在那个地上,地上有很多血了。 他喉不得窗口,深打颈椎,气管,食管,静脉动脉,全部割断。 熊杀案发生在湖北省宜昌市果园三路,这家名叫义友轩的画廊里。 画廊分坐了内外两间,外间是陈列自画的,里间呢,是书房和仓库。 根据报案人小利讲,那天早晨,当他从大门进入到画廊之后,是在里间的这张电脑桌的旁边,发现了本案的死者。 死者是这家画廊的老板,他的名字叫汪长平。 王长平,45岁,1998年,他来到里昌做生意,从建材生意入手短短十多年的光景。 王长平的公司,就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商户,成为了涉足多个行业,坐拥数千万元资产的大企业。 就在汪长平的生意版图不断扩张的时候,一场杀身之祸却突然间从天而降。 谁杀了王长平,座案动机又是什么呢?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 现场监控尽血腥一幕,两名刺客究竟是谁? 当时有个很好的条件,就是他画里面还为了防止盗却嘛。 他自己装了监控摄像头,可以看得到整个案发的过程。 这就是案发当晚,义友轩画廊的监控录像记录下来的内容。 2012年11月25日晚上10点半左右,两名乔装打扮的神秘男子出生在义友轩画廊中。 其中一人头戴面罩压舌帽,静止走进画廊。 手里还举着一把箱。 另外一名男子戴着一顶假发紧随其后。 被害人看见这两个人进来了以后,也是很惊慌的样子。 但是并没有从座位上站起来。 被害人汪长平显然被突然闯入的两名乔主吓住了。 这时,前面的那名男子立即运手,将汪长平的脖子勒住。 而第二名男子抽出一把刀,刺入了汪长平的腹部。 明显就直接是要他的命来。 双方子也没有任何的焦点。 刺了一下,这个被害人就开始反抗了。 反抗的时候呢,可能就刀掉地上了。 随后,第一名男子一只手继续勒住汪长平的脖子, 同时用另一只手上的枪锅不断垂打汪长平的头。 此时,另一名男子在刀掉到地上之后, 随手捡起一个类似烟灰缸一样的东西, 也朝汪长平的头上打去。 后来,在那个角落里的时候, 两个人就把那个被害人放倒在地上了。 被害人是脸朝上了。 其中的那个戴帽子的那个嫌疑人, 就用一把匕首, 将被害人的脖子那个地方就刺了一刀。 从进入画廊到实施凶杀, 只有短短两分钟, 两名犯罪嫌疑人的手法凶残至极。 10点38分, 在确认当场平死亡后, 两名嫌疑人离开了画廊。 让警方格外留意的是, 凶手的作案动机显然不是入室抢劫。 经常的抢劫呢, 通过我们过往的经验来说的话, 比如说, 一进去把人控制住之后, 那应该是对他的物品呢, 对他的电力来进行洗劫, 但是他不是这样的, 把人控制住了之后, 他是直接对, 对他人下手, 而且我们用这种话题要杀死了。 警方在现场找到了那把断掉的刀柄, 以及那个破碎的玻璃武器。 除此之外, 凶手并未留下其他线索。 究竟这两个头戴面具的凶徒是什么来历? 他们与汪长平有怎样的仇恨, 以致用如此残忍的手法将其杀害呢? 除了两人的衣着特征来, 警方还判断出, 两人的身高都在一米六五到一米七之间。 此后, 警方大量调取了果园经济周边所有的监控录像, 希望从中找出两名犯罪嫌疑人逃跑的路线。 终于, 他们在东山大道附近, 发现了其中一名嫌疑人的行踪。 22点45分的时候, 其中有一名犯罪嫌疑人, 也就是戴亚塞巴的那个, 就是引发大道往后一路放下走, 最后在商场, 就像是商场的那个地方, 看得比较清楚, 它的面不可理。 我们通过那个摄像头看的话, 也是体态中的一米六几, 但是比较壮实, 微微地有一点发福, 平头, 短头发。 尽管拍到了嫌疑人的正面影像, 但无论汪长廷的亲友还是员工, 没有谁认得出这个嫌疑人, 但这个结果并没有让警方失望, 因为这恰好印证了他们此前的一个判断。 我们大脸的猜测, 猜测的话应该是一个顾凶杀人的正面影像。 顾凶杀人, 这意味着, 接触中的这两名嫌疑人只是刺客, 在他们背后应该藏着一个主毛者, 这个人才是死者汪长廷真正的仇家。 那么, 这个人会是谁呢? 我想的肯定是还是跟别人, 他又洗哪个东西嘛, 又搞那个我当时想的, 实在脾气不好, 肯定是大家得拿个。 他是汪长廷的妻子, 名叫杨玉桃。 合作丈夫死讯时, 杨玉桃正在法院为自家的一桩生意纠纷打官司。 他哪能想到, 最近之时, 恶好竟也迎面咋来。 我妈当时避停之后还要签字嘛, 我妈当时字都写不出来了, 然后整个人感觉挺无力的那种, 不知道该怎么办呢那种感觉。 他们赶到现场之后, 实则的爱人第一表现还是比较违同。 警方注意到, 这些年, 汪长廷的生意越做越大, 经营租分层出不穷, 时常与人对簿公堂。 那么会不会是哪个竞争对手在情急之下不凶杀人呢? 在我们调查当中发现, 死者生前近一段时间的债务关系是非常复杂的, 有1600多万的债权, 还有一千多万的债务。 警方的这一推测也是汪长平的妻子杨玉桃所担心的。 他说, 可能是生意场上的压力太大, 汪长平的脾气越来越暴躁, 想必得罪了不少人。 更严重的是, 早在2004年, 汪长平被拓展武汉市场, 曾在那里住过半年, 却不想沾上了一种可怕的东西。 后来听他们说, 那上次就是吸那个粉子吧, 吸那个, 是可以粉子吗? 我真的那些毒品, 到现在我都没看到过, 就是他们, 他只跟他们有点搞那个东西。 查着到丈夫吸毒之后, 杨玉桃说, 自己也曾委婉地规劝过, 但丈夫的表现就让他再也不敢开口。 我听了别人说, 你说你的吸纳, 他脑子都吸纳的东西, 他只不承认, 我也不敢约他, 他说没有吸, 我就没吸就没吸, 他在我只骂半天, 他只死我。 丈夫汪长平原本就是急性子, 在毒品的作用下显得越发暴躁。 因此, 杨玉桃很难判断, 究竟是谁会因为忍受不了这一点, 而心生歹念。 不过, 经过仔细回忆, 他还是想到了一个汪长平生前提起过的人。 据说, 这个人曾放言与汪长平事不两立。 曾经是他很好的朋友, 在一个圈子里打牌呀, 赌博呀, 但是呢, 汪长平可能在这个赌博期间, 输了不少钱。 每次都是几十万的, 几十万的, 可能有一次输了有一百多万。 这个在赌桌上, 让汪长平一输再输的人, 外号叫秃子。 杨玉桃并不知道他的真实性命。 但听丈夫说过, 此人一贯耍花招, 汪长平对此似乎非常恼火。 他的秃子在设套, 圈他的钱, 圈他的钱, 也就在他自己的圈子和秃子的圈子里面去说, 大家以后都不要和秃子来往了。 这个人呢, 出老千, 骗钱。 这样秃子对他也有了反感, 觉得使者败坏了他自己的名声, 所以说就扬言要看汪长平的人。 杨玉桃口中的秃子, 立刻成为重大嫌疑对象之一。 他会不会就是因此与汪长平结怨, 从而杀死汪长平, 以泄心头之恨的呢? 因为这个有预谋的故意杀人嘛, 那么案前和案后, 他都没有跟其他的外界的这种, 就是说除了神医上的朋友, 那么他请的关系人有没有和我们现场吻合。 顾兄就应该存在一个资金的流动, 我们针对他的资金情况和他的周边的朋友, 我们对这个人也是有了一个前期的接触, 我们初步可以排除这个人。 顾兄杀害汪长平的第一个犯罪嫌疑人很快被排除了, 对于侦查工作来讲向前推进了一步, 但是这丝毫没有给警方带来轻松的感觉。 调查越深入, 他们就越能够感觉到汪长平的关系网实在是太庞大, 太复杂。 不仅有正常的生意上的往来, 他的妻子杨玉桃的证词还能够说明, 其实在很久之前, 汪长平这个人就开始涉毒并且嗜毒。 这意味着在本案当中有可能杀害汪长平, 有作案动机的犯罪嫌疑人, 仇家并不在少数。 那么警方应该从什么样的角度入手, 还能够真正找到那个深藏不漏的原凶。 残忍凶杀的背后, 仅仅是何者在秘密操控。 发现有一个人经过现场, 并且透过玻璃厨窗, 看见整个作案过程。 仓皇逃散的凶徒身上背负着怎样的惊天阴谋。 当时我们一开始分析, 这有可能是范子权员一个同伙, 怀疑他可能是个妄中的。 精心策划了凶杀, 现在难逢的杀机, 是谁设下如此完美的圈套? 刑刺一线继续播出。 自从确立了本案及顾凶杀人的侦查思路, 警方加大了对死者汪长平生前的人际关系网络, 以及相关证据的排查力度。 其中, 对案发现场监控录像中的一个细节, 犯人员一直在细致解读。 当两名犯罪行人进入到室内进行作案的时候, 在中途, 我们观看路边的监控, 发现有一个人经过现场, 并且透过玻璃橱窗, 看见整个作案过程。 原来, 早在警方查看监控录像的时候, 就已经发现在两名歹徒进入画廊行凶时, 有一个穿白衣服的男子从门外经过, 而且一直站在画廊的外面。 虽然我们看不到这个人到底是走过去了, 还是在干什么, 但是比较明显地看到有个影子, 就站在门口。 虽然在监控录像中, 这个人后来走出了画面, 但从他留在监控中的影子可以看出, 他并没有离开现场, 而是一直等到两个人将旺昌平插来后, 他才从现场消失。 当时我们一开始分析, 这有可能是发生前员一个同虎, 反映他可能是个旺风的。 如果再大胆一点, 也不妨把这个疑似旺风的人, 假设为顾兴杀害汪长平的幕后主谋, 这将使接下来的侦查指向变得更加明确。 可是, 现在还无法得知, 此人到底和汪长平有什么不转? 他究竟花了多大的价钱, 才买通了那两名杀手呢? 此时, 警方都不知道, 他们苦苦搜寻的那两个杀手, 正仓皇奔波在逃亡路上。 案发后的这段日子, 这两个人不仅惊慌, 而且懊恼, 因为他们发现, 虽然自己如约杀死了汪长平, 却迟迟拿不到雇主承诺过的巨额佣金。 你们就走漏以前都没有, 当时在走四千万钱的话, 我就掉了三千万钱给他, 到家的时候还有六个万钱, 就是我们就要想走, 有没有钱走, 运动费都没有。 他叫周贤进, 古北仙桃人。 2011年5月, 周贤进专程从家乡赶到宜昌, 目的就是行刺望长平, 然后收取巨额佣金。 我是一个朋友, 在一起吃饭的时候, 就谈了这个事, 他就说, 我找不到个人。 周贤进当然知道杀人的严重性, 可是他当时已经走投无路。 就在前不久, 周贤进刚刚在赌场输了一大笔钱, 而这是他向地下钱庄借来的高利贷。 周贤进很清楚, 如果不能按时还款, 他将面临怎样的下场? 他就不设手段了, 那就也不知道他成什么手段, 逮捕我了, 那搞不清楚了。 抖过书的已经走投无路了, 没办法了, 就抛着也是像抖过心一样, 抖一抖。 他搞我有个好事, 他就说得很高兴那样, 我说什么, 我是什么好事啊? 他叫黄想林, 是周贤进的邻居和独友。 决定接受雇佣去行则汪长平之后, 周贤进第一时间就想到了黄想林, 他知道, 没有这个帮手, 自己万万做不成这件事。 周贤进早就摸透了黄想林的心思, 他知道, 黄想林这段时间在牌桌上也很不顺手, 正欠着一大笔债。 如果能把刺杀汪长平的价码提高到一百万, 周贤进坚信黄想林一定会同意。 别个人出来的价钱相当高, 就是存在的话, 确实是那些, 好像就是, 就是还是可以, 是吧? 好不容易来的。 就这样, 周贤进和黄想林以一百万元的价格, 和那个雇主谈好了行刺方长期的事情, 可是这两个人怎么都没有想到, 这个任务远比他们想象的要难得多。 为了摸清汪长平的行踪, 周贤二人特意在宜昌买了一辆摩托车, 可是跟踪汪长平的难度远远超过他们的想象。 买个踏板车, 人家开的都是奔驰, 越野奔驰怎么跟着上呢? 他自己斜脚的地方不可能是一个, 就是有人的时间就根本都没有机会, 没有机会和他碰面。 不仅无法接近汪长平, 而是在跟踪的过程中, 周贤进和黄想林还遭遇了一系列让人啼笑皆非的窘境。 摩托车放在外面被人倒了, 倒了以后没有摩托车那更加不行了嘛, 这些人又买嘛。 你买的都是没有排到热水车, 就是有交警人收了, 但是每天你有加油, 那个摩托车, 热水车都不好, 有加油, 就是我们两个人又不在一起住, 所以你的生活又贵。 为了跟踪汪长平, 周贤进和黄想林, 见后买了五辆摩托车, 光这笔费用就花去一万多元钱。 虽然对方在谈好价码后, 已经支付了15万元的预付款, 但这根本无法满足两人在宜畅的开销。 周贤进知道, 时间拖得越久, 自己的麻烦就越大。 一直都是干这个事, 没干这个事, 就是时间又花了, 钱又花了, 什么事都没干, 想不干就不干, 不行了, 没办法了。 就这样, 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 周贤进和黄想林, 每天早出晚归地跟踪着王长平, 却总是找不到下手的时机。 可在两个人近乎绝望的时候, 一个他们无论如何没有想到的绝好机会, 突然出现了眼前。 2012年11月25日晚上八点刚过, 王小林和周贤进带着准备好的凶器, 守护在汪长平的义友轩画廊对面。 直到此时, 他们依然不敢相信这次能够行刺得手。 那一天我在喝酒, 因为不喝酒的话, 我连在车我都怕看到, 因为觉得还是有点害怕, 害怕这个事。 虽然当天喝了点酒, 但是初中的宜昌还是让两人浑身发抖。 也许因为紧张, 当汪长平的车终于出现在画廊门口时, 黄想林差点直接冲上去。 当时以前还是有, 旁边店铺有的关门, 有的还在一间。 黄想林的冲动立即被周贤进阻止了, 因为这并不是他们要等的最佳时机。 都其他的店员都走了, 隔壁几家商户也关门了, 就他一个人在画廊门, 这时候我们就会再进去。 丁守了两个小时后, 周华二人终于等待了周围店铺打烊, 而汪长平此时还没有离开。 周贤金意识到必须立刻采取行动。 他说进去, 他觉得, 他不是觉得摘不动手, 我都觉得好像是没有机会了。 已经到那个地步了, 没有一次不干那个。 等待一年半的绝佳时机终于出现了。 想到即将到手的一百万元, 黄想林和周贤进迫不及待地闯入画廊, 在短短的两公斤内, 辉煌地将汪长平杀害。 他能力是要杀害人们, 要抢他什么, 什么的一切, 就是这个能力。 直到将汪长平杀害, 方方逃出一有圈画廊。 周贤金和黄想林好像也没明白, 这个得来不费功夫的良机是怎么出现的。 过去的一年多, 他们不知道画廊外守候了多少次, 从没见过汪长平, 想今天这种奇怪的活动规律。 这一晚, 汪长平居然迟迟不走, 倒像是在坐等刺客上门。 直到很久之后, 周贤进对这一点都百思不得其解。 感到困惑的不只是周贤进, 案发上前, 汪长平的奇怪举动, 也让他的员工小律莫名其妙。 自发前一天晚上, 我们一般都是八点半, 然后下班, 然后老板就是八点半来的。 小丽回忆说, 看到老板汪长平, 他非常意外, 因为老板已经好几天没有来这里上班了, 但是汪长平对此并没有解释, 而是自顾自的忙了起来。 整理了一下画, 整理了差不多一个小时。 当小丽收拾好东西准备离开时, 老板汪长平还没有走。 小丽记得, 当时已经是晚上九点半了。 现场隔壁的一家门店是卖烟酒副食的, 他能够说出员工也是九点三十分到四十分左右离开, 他自己是十点半钟左右关的门, 他关门的时候, 他看见隔壁也就是画廊受害人这一家老板的奔驰越野车停在门口。 这就是说, 汪长平八点半来到画廊, 直到十点半都没有离开。 那么这段时间, 除了整理字画, 汪长平还做了些什么? 他为什么迟迟没有走呢? 他说要等一个人。 等人? 是什么人? 出于什么样的原因? 让汪长平约好了, 要和他在画廊见面? 警方反复地查看了案发现场的监控工厂, 发现案发当晚, 在员工小丽离开画廊之后, 进入案发现场的就只有这两名刺客, 也就是说, 等人的汪长平最终等到的是一场谋杀。 难道这个晚上的约会就是一个圈套, 是本案的主谋为刺客们创造的下手时机?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 那么找到和汪长平定下约会的人, 关于本案的一切, 不就真相大白了吗? 可是谁又能想象得到呢? 随着调查不断地深入, 又接触了更多的真相和更加杂乱的现象。 这起案件的侦破, 越发地显得遥遥无踢了。 海量的突化记录, 神秘的临终遗言, 死者要等的人是否就是幕后真凶? 我们就突然发现有一段迷路, 撤得很伤心, 也很紧张的。 内幕也不断暴夫, 究竟背后还有多少不为人知的隐情? 他们的问题, 由于伤害, 找到老王一切的骨子, 我肯定忍得出来吗? 雾兄杀人的主毛究竟是谁? 刑刺一线继续播出。 警方把汪长平在案发当天所有的突化记录进行筛查, 一一甄别和他有过联系的人。 他最后一个电话是发给了他一个多年的朋友, 这个人姓张。 我们在找到张某以后, 发现张某是一位女性。 和汪长平这个姓张的朋友一接触, 办人员就立刻警觉起来, 因为这个女人, 他们已经不是第一次见了。 在我们对这个现场进行勘察和周边的走访的时候, 我们就突然发现有一段女人就过来, 哭得很伤心, 也很紧张那样。 他得知汪长平死去的消息以后, 情绪非常的异常, 他非常激动。 姓张的女人说, 他是死者汪长平的朋友, 两人都喜欢收藏自画。 尽管他一直在极力贴心自己, 但警方还是保持怀疑。 这不仅因为他是汪长平生前最后一个突化的人, 更重要的是, 这个女人的表现不像和汪长平 只是普通的朋友那么简单。 后来我们针对这个人进行询问, 这个人就是他的一个情人, 十多年的一个情人。 原来, 这个姓张的女人与汪长平已经秘密交往了十几年, 一直保持着情人关系。 他说, 案发上连, 他的确与汪长平通过电话, 但只是随意聊聊并没有相遇见面, 而警方随即对其进行查证, 也确定他是否具备作案矫见。 活动是非常有规律的, 每天上班下班呢, 再加上他的那个经济情况, 经济状况, 也没有任何值得我们去可疑的, 怀疑的东西。 尽管最终排除了这个张性女人的作案嫌疑, 但警方的侦查方向, 却因此被引入了一个更加复杂的理由。 他们很快发现, 汪长平生前绝不只有一个情人, 在和一个名叫阿玲的年轻女子对话时, 警方的这个发现得到了进一步证实。 他有一个笔记本, 我一直寻门都会带头, 可能有个女人在他笔记本上面登陆过的纪录, 于是我回头就加了一个口感, 去哪里攻击, 看到这个女人有一伤环, 找到那王妮鞋子骨子, 我肯定忍得出来嘛。 因为他赚了钱以后, 可能就生活是比较迷烂的, 情人也很多。 因为我也是发现, 平时发现都是这些明星小姑娘嘛, 当时就因为有个事跟他挠了之后, 我就跟他说, 以后再不要来找我, 把他电话拉出来之后, 把我电话号码都什么呢。 阿玲说, 正是因为无法忍受汪长平的朝三暮四, 他才在一次争吵后, 彻底结束了两人的关系。 由于半个多月都没有联系, 因此汪长平遇害的消息, 他也是辗转经说的。 虽然早已和汪长平分手, 但对于这个男人惨遭杀害的原因, 阿玲还是非常笃定。 阿玲的说法其实早在警方的考虑之中, 复杂混乱的私生活, 实际上已经把汪长平置于一种危险的境地。 那个顾凶者殷勤杀人的可能性不能排除, 只是证据在哪里呢? 就在警方甄别不断出现的新建所, 以寻找身正顾凶者的时候, 王晓宁和周贤进这两个四处躲藏的杀手, 已经愤怒到了极点。 因为当他们不断给部主打电话, 随从其兑现剩余的佣金时, 对方却百般拖延。 他是小先生, 我说我现在连走路以前都没有了, 连车回都没有了。 他说好吧,我过两天回去。 走投无路的周贤二人, 只能被动地赶紧对方贵款。 现在, 吴吴他们的唯一希望, 就是对方不敢食言, 毕竟人命关天, 一旦闹出来, 后果不堪设想。 就因为他不会, 因为他也负责同样的责任, 就是说无名是什么罪, 他也是差不多是什么罪。 周贤金和黄奖宁一直满怀希望的, 等待即将到手的那剩余的85万。 可在苦苦等待了两天后, 对方的答复彻底让他们失望了。 等待两天, 他就给了我四千块钱。 他说, 权力不要慌, 不要急。 这样的结果, 是周贤金和黄奖宁怎么也没有想到的。 而更让他们想不到的是, 他们不只要面临发财梦灭, 更有落入法网的必然结局。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后, 宜昌警方已经确认了, 杀害汪长廷的两名嫌疑人的身份和行踪, 并做好了抓捕的准备。 我们在犯罪嫌疑人黄奖宁的展住地进行了部署, 我们守在他出入他居住地的一个必经的场所进行了守候。 纯守大概一天多之后, 真巧黄奖宁和周贤金两个人在碰头见面准备商量逃跑的时候, 就被我们守候的命迹一举抓捕了。 2012年12月5日, 正准备潜逃的周贤金和黄奖宁被宜昌警方抓捕归案。 随着他们的落网, 那个躲藏的两人背后的不凶者也即将露出本来面目。 周贤金、黄奖宁他们已经落入了罚网, 而本案的真相也到了水落石出的时候, 是什么人会出资百万雇佣他们杀死汪长平, 而作案的真正的动机又是什么呢? 但是, 从采访记录来看, 警方对于周贤金和黄奖宁的审讯进行的却并不那么顺, 两名杀死汪长平的犯罪嫌疑人对警方却一口咬定, 他们只是入室抢劫。 但是当他们的谎言被拆穿之后, 他们又转而对于这件事情幕后真正的主谋绝口不提。 周贤金和黄奖宁, 为什么要煞费苦心的替主谋去遮掩呢? 这场顾凶杀人的罪恶的背后, 还有着什么不可告人的内情, 也许刺客的落网并不意味着案件的结束, 只不过是刚刚开始。 明天请您继续收看这个故事的下集, 这里是一线, 我是主持人王高宁, 明天见了。 明天见了。 明天见了。